去爱媒报道,6月30日,当地时间星期五,SpaceX成功发射一枚烈鹰九火箭,利用龙飞船向国际空间站运送补给和科学实验仪器。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补给中有20只实验用小白鼠。 国际空间站将利用这些小白鼠进行太空生存实验,以观察生物在太空中的生物周期过程。 据了解,这些小白鼠是美国西北大师睡眠和生理生物学中心一项研究的一部分。 他们的计划是,让10只小白鼠在国际空间站停留创纪录的90天时间,另外10只则将在30天后返回地球。 研究人员将研究太空环境对小白鼠生物周期节律,发生在24小时内的生物过程。 非生物和其他生理学过程的影响。 这项新研究以美国西北大学睡眠和生理生物学中心研究人员进行的另外一项研究为基础。 美国航空航天局以下检测Method双胞胎研究。 在这项研究中,航天员斯科特凯毅、Scott Kelly在国际空间站待了一年。 他的同胞孪生兄弟马克也是一名航天员泽留在地球上。 作为对比族,今年早些时候,Method表这项研究的初步结果, 并指出斯科特在太空中的时间影响了7%的基因表达。 被送往国际空间站的这20只小白鼠。 他们也有双胞胎兄弟姐妹留在Method在地球上的一处研究设施中。 在那里,他们将享受于在国际空间站上的兄弟姊妹相同的待遇、相同的光照、温度和活动。 只是时间上要晚三天而已。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文TGnews and 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